大家好 我是阿天 今天是2621 11月18號 下午4點鐘 才過了一個多小時 一個小時多咪咪就已經更新完成了 那補償的這個鑽石呢 還是有1200鑽 好 那這一次呢 主要要看的就是新角色 然後這好像就沒有其他東西了 因為其他 其他一些活動啊 它必須像眾神列賞的話 要到11月26號 這是先鋒斧的時間 然後主火尋終就更久了 這要到11月28 那祕寶俠灣啊 奇境探險副本 現在都還看不到 那所以說呢 我們今天的話 應該就是 看這個新角色吧 新角色蛇蛇 然後 還有什麼 有一個奇境漫遊嘛 對不對 這個 奇境漫遊 回魂之境 好 那我們就看這隻角色吧 四蛇者 哲思酷 那他是 滿血的法師喔 我們看圖鑑 然後我們來看這邊 好 這是四蛇者 哲思酷 那我們來看一下他的這個大招 唉唷 我們來聽一下他的音效 哇 好迷幻的聲音喔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大招是遠古恐懼 哲思酷吹咒骨敵對所有敵人造成240%攻擊力的傷害 如果說敵人感染的蛇吻 蛇吻喔 然後乘數超過三成會進入石化狀態 這個東西跟那個格拉尼特的這個石化有點像 但是這兩個應該算是不一樣的喔 因為他並不是石化標記齁 那石化標記的話是說 那個你有石化標記 再受到一次這個石化標記的話會石化 但是他這個是蛇吻 所以說呢他如果跟那個格拉尼特啊 這個一起上場的話大概也沒有什麼效果 好 那我們來看 這個我們看一下齁 對所有敵人造成傷害 然後 感染的蛇吻乘數 所以說這一招並不會讓敵人獲得蛇吻的這個乘數嘛 對不對 那進入石化之後 石化 石化還蠻強的 就是敵人就是被定在那個地方 不能行動和獲得能量持續5秒鐘 好 石化減圖之後呢 還會再降低40點擊速持續5秒 好那如何獲得蛇吻呢 神經毒素 澤師庫引導蛇寵之蘇 向攻擊力最高的敵人噴射神經毒素 然後造成220%攻擊力的傷害 並陷入迷惑 哇是魅魔嗎 還是小羊的迷惑狀態 無法獲得能量只能用普通攻擊 對 所以說他也可以像小羊這樣子迷惑敵人 也算是蠻 蠻強悍的齁 迷惑的話這一招我覺得蠻好用的 就算是這個主線推圖啊 高你100多等級的人 這個打自己人也是很痛的喔 我們用那個傷魅隊啊 傷人跟這個魅魔拼命的噴 然後就靠人家自己自己打 自己人打自己人 然後這樣就可以獲勝了 好然後 普通攻擊造成的傷害會轉為治療效果 那再來就是迷惑時間 持續到5秒鐘 那如果加上冰魔的話 就可以迷惑到8秒鐘喔 好然後 這個法師其實控場蠻強的 然後被動的 我剛才聽到什麼聲音啊 喔好沒有了 被動的 澤斯庫的其他技能和普通攻擊造成傷害的時候 會使目標 喔有有有 普通攻擊有普通攻擊 這是被動技能 會使目標感染一層蛇吻 欸那這樣子的話 站在這個亞瑟後面 不知道有沒有用喔就是拼命的攻擊拼命的攻擊嘛 所以普攻的話就會讓敵人造成一層蛇吻 但是呢 我們看一下齁 每秒會失去30%攻擊力的傷害 然後不會致死持續8秒鐘 蛇吻疊到5層的時候會清楚 會清楚喔 引發毒爆 造成260%的攻擊傷害 並暈眩3秒鐘 蛇吻持續時間到12秒鐘 毒爆還會損失200點能量 唉呦 那這樣子跟奧登這個打能量也有一點點像齁 那但是 但是他到5層他就會清掉然後暈眩 那這個是只要超過3層就會進入石化 所以說要嘛就是疊到5層 然後清掉暈眩 暈眩3秒鐘 要嘛就是疊個3、4層然後開大招 不過你這個也不好控制啦 所以大概是這個樣子 那再來是第4個技能 詛咒之焰 他的引導蛇蟲 知書和賽圖 每一隻蛇都有名字 向前方噴射詛咒之焰 對範圍內的敵人造成傷害 第三被第3次傷害命中的敵人會降低50點命中 30點暴擊30點暴擊 暴擊增幅 然後持續6秒鐘 這是有一點debuff的這個效果 那這樣子打boss啊 降傷害說不定也可以喔 第3次命中的敵人會再降低70點命中暴擊 跟這個暴擊增幅 就是越來越提升 我們來看這個藍色的技能 LV4 毒化會使目標損失200點能量 這個是刻印30級吧 然後這個第3次命中的時候目標感染了美成蛇蚊 使該技能造成的負面效果持續延長1秒鐘 那這應該是刻印60級的這個技能對不對 這個這個地方 延長1秒鐘 好 那我們來看他的專武 專武是加 他是這個這個遠古之敵 專武是加急速喔不錯不錯 好然後 累積失去的生命值達到最大生命值20% 在技能結束的時候他會引導 這可以給自己上一個護盾是不是引導蛇蟲 伊爾蘇 伊爾蘇這個名字在 在這個專武才出現 他會獲得一個這個15%最大生命值的護盾 然後對該護盾造成傷害的敵人會降低70點命中 40點暴擊 40點暴擊增幅 持續6秒鐘 護盾值提升 加20加30 對該護盾造成的傷害會降低20%的攻擊跟防禦 連防禦也會喔 喔那蠻有趣的喔 那這樣子的話 這個打他的人還會再降低攻擊跟防禦 那這樣子方方面面感覺上都有顧到 那我們來看這個加劇喔 三紅加劇 遠古恐懼大招 造成傷害的時候如果說 目標 終於這個看來這一定要三紅嗎 因為我剛剛說這個開大招他是要看 身上有沒有蛇 蛇蚊不是蛇毒喔 那可是呢這個大招沒有疊蛇蚊怪怪的喔 原來他是放在這個三紅加劇 所以看來三紅加劇一定要啦 因為就是拼命開大招拼命疊蛇蚊 如果說普通攻擊沒有打到別人的話 我們可以用大招去疊這個蛇蚊乘數喔 然後再來是九紅 首次受到致命傷害 這個這個開頭寫的不錯 免疫此次傷害 好像現在角色都要放放一些這樣的技能 不然 不然實在是活不下來 那這樣子看來九紅是一定要的啊 免疫這次傷害恢復25%最大生命值 必立即充滿能量 這麼強悍喔 還立即充滿能量 免死就已經很強了 然後他還會再 立即充滿能量 然後開一次大招 叫疊死而穩幼或是把人家石化 那在戰鬥剩餘時間 等一下等一下 剩餘時間之內 他不能使用詛咒之幼和 幽絲之幼 幽絲之幼是什麼 是 什麼是幽絲之幼 這個是詛咒之眼 他不能夠再去噴 噴敵人 幽絲 之幼是什麼東西啊 將無法使用技能幽絲之幼 什麼是幽絲之幼啊 專屬裝備嗎 噢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 這個蛇會幫他 生成護盾 然後跟這個 這個噴詛咒 不過還好啦 可能是他放這一招之後呢 可能是他放這一招之後呢 他的蛇會犧牲 然後救他 所以說呢 他的護盾 他的護盾 叫做 叫做這個 伊爾蘇 然後 還有 還有這個 什麼 知書或是賽圖 這三次蛇會消失 我在猜啦 我在猜他這個 受到致命傷害的時候呢 三次蛇會消失 所以說導致他的這個 產生護盾 跟噴敵人 不會產生效果 但是我覺得 沒關係啦 他的看家本領 這個 被動普通攻擊 上蛇毒 跟這個大招 可以 對敵人 進入石化 這兩招還可以用 那基本上就 就還有 他的這個 在場上 發揮上的作用 所以沒關係 這個 看來這隻角色 是一定要 九紅加劇 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他的這個動作吧 那明天 明天就可以玩到 他的這個賞金色戀了 所以我們就先簡單 摸一下 我們把速度調慢一點 我們來看看 他的進場 是什麼樣的動作 那個 那個音效還 還蠻不錯的 他的聲音好多元喔 可是看不到那個 那個 下面下面有個眼睛是不是 喔這樣是三層的是不是 好好好 因為這個點死太快了 我們還是 我們還是用一下 果然亞瑟就出來了 然後又給你用格拉尼特 我用的是日文的齁 那先不要用格拉尼特好了 不然到時候石化搞不清楚 是格拉尼特的石化還是他 然後我們來上個羅萬 這樣子 亞瑟放在後面 因為他普通攻擊 他的被動技能普通攻擊 會上蛇毒嘛 那我們就讓他拼命上好了 那至於說孫悟空的話 他自己會解負面狀態 所以我們不要讓他對孫悟空 來個盧米蘇 我們就盡量是 上一些這個 輔助的角色 我們來好好看他發揮喔 盧米蘇被控制住了 對不對 對不對 你看那個開場 盧米蘇被控制住了 哎呀這好煩喔 這都要重新擺一次 我怎麼放了這樣子 注意看盧米蘇 盧米蘇被被迷惑了 欸不對不對不對 盧米蘇沒有被迷惑 這一個圖騰是我方的圖騰 抱歉搞錯了 大招 地上那個眼睛是不是層數啊 所以所有礦線是不是兩層 然後這個盧米蘇 圖騰下面也有這個蛇毒啊 蛇毒消失了 然後現在現在這個蛇絲庫產生了護盾了 哇太亂了 啊 怎麼變成我 我被石化了 啊 啊 我被格拉尼特石化了 喔天啊 哇 我還在暈 開個大招 抱歉 畫面實在太亂了 啊格拉尼特 死掉的時候還會噴一下 好抱歉 抱歉 這樣子實在是看不大出來 所以感覺上是還蠻好玩的角色 可以這個期待一下 那我們來換一個 換一個組合好了 還是一樣 然後前面站 站克拉尼特 來佩吉公主加亞瑟 會給你吐一坨愛心 欸 這上面有那個毒愛心 是不是代表說這個 這個老鼠他已經被迷惑了 喔開大招 開大招 欸 格拉尼特 被 被石化了 因為他站在這個 哲絲庫前面嘛 所以說他會比較容易被哲絲庫 普通攻擊打到 然後就比較快疊到這個這個蛇毒喔 喔 又被控住了 哇這樣好強喔 喔 所以這個 哲絲庫跟這個 亞瑟應該算是不錯的喔 那我們可以 我們可以組一個這個 安芝隊 對不對 亞瑟 亞爾貝德 安芝 然後梅林 然後讓這個 哲絲庫 放在這個 亞瑟的後面 也是不錯喔 這個致命蛇紋 好 所以說這隻角色的話 我自己還算是蠻期待 應該會玩 因為畢竟 畢竟我是 蠻血愛好者 蠻血愛好者 好 那就 其他東西的話 大概是 沒有什麼 應該說目前沒有什麼東西可以看 那 這樣子的話呢 我們影片應該還有些時間 我們來玩一下 這個 奇蹟漫游好了 我們來回顧一下 這個一進十窟喔 我們看一下 一進十窟 東西還蠻多的 然後十種族抽 哇你看 這個 這個奇蹟漫游都有十種族抽 那這樣子的話 其實 其實這個 這個奇蹟探險 至少再怎麼樣都要有那個 都要有十占星抽吧 一進十窟嗎 不對啦 是回魂之境 啊 回魂之境我都還沒玩 我還沒玩啦 搞笑了搞笑 好 那就 那不然影片就先到這邊吧 一進十窟我都忘記玩 我那個正式服 先鋒服我忘了玩 這樣子 一進十窟這個沒什麼啦 他就是 他就是傳送那個傳點嘛 就這樣推來推去這樣子 好那就影片先到這邊了 謝謝大家觀看 我是阿天我們下期見 拜拜